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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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居士同修 本人很高兴在我们马来西亚三会讲堂 词曲 李宗盛 这个难怨战队 难碰难困苦的建道场 建讲堂 这是一颗菩萨精神 难行 能行 难忍 忍忍 是要把佛陀的教育 传播到众生的心田里面 在我们每一位众生无名的黑暗当中 点燃智慧的火把 闻思修三慧 佛教是注重智慧的教育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讲题 对念佛依法的原理和方法 尤其是需要我们智慧 念佛依法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产生信心很不容易 信心就是般若智慧的范畴 念佛的方法很简单 但它的原理 机制 却是极为的深奥 如果我们不能从圣身的智慧加以观照的话 我们就怎么都很难产生信心 信心不能在内心深处 坚固地砸下它的根 我们的行持就会很浮浅 很难坚持下去 那么今晚上我给大家讨论的 这个原理 念佛的原理很多 我们谈主要的两点 第一是感应道教 身佛一体 第二是 是心识佛 是心识佛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 感应道教身佛一体 净土一法 它是以感应为体的 感是我们众生这边而言 信愿持民为能感 因是从阿弥陀佛那一边来说 它属起立的四十八大院 由四十八大院流现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以及名号光明 是它属阴之法 那就从阴的角度来看 男性也就是男性在这个地方 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 在一代十教里面 无问自说的 很多经典都是地质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碰到种种疑问 来提出问题 佛来加以宣说 那么念佛法门 是娑婆世界的众生 没有办法想象得出来 也是问不出来的 这是佛陀 从他的大悲心里面 观察众生 信心智慧成熟 能够相信念佛一法 就无问自说 和盘突出的 所以佛在阿弥陀经 直接向智慧第一的 摄地图 摄地佛提出 二有 佛告摄地佛 这个 据此世界 向西 十万亿佛刺的地方 有一个国土 叫极乐世界 彼土有佛 好阿弥陀 然后详细地介绍 西方净土的 医保庄严 正保庄严 医症庄严的介绍 是令我们产生信愿 信愿产生 才指出往生的方法 行持 诺一日到诺七日 阿弥陀佛现前 那么这个二有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两种妙有 却是我们生活在 娑婆世界的众生 很难相信的 我们在这个 时空的 三维空间 一维时间的 四维时空区里面 我们总认为 这是我们唯一的 生命形态 对于超越 这样时空的 这种 净土 医生法界 我们是没有概念的 我们是想不出来的 它超出了我们 凡夫众生的 这种 勤见之外 就好像我们这个场地 一只蚂蚁 蚂蚁的世界 它是不了解当下 我们人的世界的情况的 我们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 还有高科技 还有扩音器 还有种种的 佛教 艺术的装饰 蚂蚁的世界 不了解这个 凡夫的眼界 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一夫如此 所以佛就得要去 不断地宣说 不断地说出这种事情 这个净土一法 是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悟正 无上正等正觉 限量清正的境界 要和盘托出 要和盘托出 就得要让大家产生信心 不断地说 不断地熏悉 所以在因的这方面 还要讲述西方净土 它之所以成立的原理 所以我们 简单地追溯一下 西方净土是怎么成立的 释迦本是 是这样介绍 在不可思议 无央数节以前 这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古代了 也是经过多少次 这个地球上 娑婆世界的 沉住坏空的 这个无数这样的轮转之后 我们在把眼光追溯到以前 有一个大国王 舍家七语行坐沙门 在世间自在王佛坐下 出家 闻佛说法就心开意解 这心开意解就是大车大王 然后舍去国王位来出家 成为法障比丘 法障比丘一出家 由于他是大国王的福报 又有无量的悲心 所以他一出家之后 就发出大的这种誓愿 要救度九法界 沉沦在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 这样的苦恼的众生 要度尽阿比地狱的众生 所以他就观察五大节 五大节的时间 观察他方世界的情景 建立四十八大院 由这个四十八大院 再去修五两节的行持 大院实现的那一刻 这个法障菩萨就成为了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的全体一正庄严 就称法性地显现在法界 就开始了他广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看他的原理是什么呢 正像阿弥陀佛以后 像他方世界的菩萨所开示的一样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满足诸妙愿 必成如是差 一个菩萨要建立净土 首先要正到诸法的空性 一切法的自性空 自向空 必尽空 空空亦空 要正到这个实相 但正到这个实相呢 又不能住在这样的无为实相 他要有大悲的愿力 来生起他的菩萨万恨 一个正到佛像的佛菩萨 他建立净土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众生 所以这样的大悲愿力 就从实相的空性里面 生起了一个庙游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称为 第一异地 庙境界像 第一异地就是空 空性 但这个空不是断空 不是顽空 是由菩萨的悲愿 生起的妙游 这个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所有的这个有 现象 事象 当下就是真挪理体 是不可思议的 是像华言所展示的 事事无碍法界 超越时空 一多相及 广辖相容 势力圆隆的 一念可以延拓无量节 一节可以浓缩在一念 这样的一个境界 这样的境界就叫一针法界了 或者叫十报装延图 它在我们的凡夫的请见之外 却又跟我们凡夫属生存的现象界 产生了密切的观点 为什么呢 由于阿弥陀佛建构净土的 第一念发心 就是要救度我们 在娑婆会土的众生的 当然包括其他的刹土的众生 从无量寿经所展开的 这种往昔的历史来看 这位大国王 是在娑婆世界发心的 所以跟娑婆世界的众生 最有发愿 真空妙有 四十八大院 世界以来就以巨大的磁场力 辐射在我们的当下 渗透在我们众生的每个念头里面 那么阿弥陀佛属因的那个法 那个净土 那个名号 那个光明 早已成就 现在就看我们这个感了 能不能感通 首先是不是发心去感 所以净土法门 为什么特别强调信愿 就在于这个属因之法 就像一口红钟 它就在那里 你只要撞击一下 就有声音 你不撞击 它就没有声音 所以这个撞击的力量 是来自于我们的信愿 得生于佛 全凭信愿之由 如果我们信愿具足 一感 感通了 就像电流 电流过来了 全体的灯管都亮了 如果这个电流 它没有过来 中间有个电阻 阻住了 你灯管的质量再好 它也不亮 这一亮就不可思议了 感应道交难思议 但对于这个感应一法 是一切众生很难相信的 也是这个法界当中 学问里面最深奥的 但又确实是非常亲切的 我们在东宁市 有一个聪明权 那是1500多年 汇远大师跟当时的一位大将军 殷总刑 殷总刑 在那个租林里面 讨论周易 这个 魏晋时期 大部分人都通周易 会员大师 会员大师当然也是通的 这位大将军 殷总刊 也是东晋的名士 也是对周易 很有造诣的 当时 殷总刊就问 会员大师的 一个问题 说 周易 易 以何为体 就是周易 是以什么为体性 会员大师回答 易 以感 为体 周易 是以感应 为体性的 那么殷总刊 对这个 是 这种回答 非常赞叹 抓住了周易的本质要点 我们从 《易经》的戏实传里面看 这个易 有三种意思 从它的体性来看 是不易 无有便意 从它的相上来说 是 交易 相交 从它的 作用上来看 是便意 它也体现着 体相用三方面 从它的体性来看 易的体 有几句话 无私也 无为也 急而不动 感而 碎通 天下 故也 这种 一支体 是无私 就是没有 私为的 私内的 是超越 私为的 或者是这样 无为 是不加造作的 无形 无相的 急而不动 急然不动 但是它又 零零不美 你一感 它就马上 显发出来 有感 就有因 显现在 它的挂像上 显现 它的 摇像上 就把 当下的 很多信息 体现出来 所以 意义是很 神妙的 神 就是 圣而不可 知为神 神妙 莫测 但又 真实存在 所以 正一位 天下 至神 就是 神妙 到极点 才能 不行而至 不说 而记 不记而说 这话都要从 感应的层面 才能对这些文具 要了解 才能了解 如果从逻辑思维 你这些话 怎么也 不能理解 至神 在感应层面 他 不记 就好像跑步 他不是跑得很迅速 他不是拼命 但已经 很快了 神速 不行而至 他并没有行走 就已经达到目标了 达到目标地了 这个原理 跟净土一反 非常恶合 阿弥陀佛所成就的 那个大悲 愿力 就像那个 在法界当中 急而不动的磁场 不可见 不可把握 离开 思维 但是 你一赶 他马上通过来 所以你看 为什么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拿着 莲花来接引 很快 一刹那间 蓄意间 弹指间 或者 在这个世间 低头拜佛 抬几头的 就已经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它也这么快 距离 苏博世界 十万亿佛萨 是遥远的地方 那是百亿个银河系 你就是用爱因斯坦的 接近光速的速度 去运行 它也要有一段时间 为什么 坛指间就到了 临终 在殿之心 就是西方 净土 受生之时 这唯有 寺庙的感应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里面在一种 线性的逻辑思维 你没办法去理解它 我有时候 一些居士也问一些问题 问这个临终接引 这个念佛人也来接引 那个念佛人也来接引 十方世界念佛人 都去接引 那阿弥陀佛 还能忙得过来吗 你如果把阿弥陀佛 看这个实体性的 忙得这里 就忙不了那里 那真的是 忙得焦头难额 也完成不了 戒严众神的时候 但是你想 连这个世间都有 千江油水 千江千香线 一轮月亮 都能够在所有的 大江大海 乃至你的一杯水里面 都能显现出来 月亮都有这样的功能 难道阿弥陀佛的法身 暴身 和延伸出来的 百千万亿个硬化身 会那么笨拙 一个一个跟着跑吗 硬行 而且临终属现象的情况 也不是说阿弥陀佛 赶紧从西方极乐世界 实实在在过来 那也太笨拙了 不需要实实在在过来 它是什么情况 它是四十八大院的第十九院 十九院就是 勤修我界皆隐愿吗 你只要信愿辞明 发菩提心 种植足多的善根 阿弥陀佛临命忠实 都会以观音世智和 净土圣众 围绕在这个念佛人的身边 带着莲花 宫殿 来迎接这个念佛人往生 这一院 是具有这样的功能的实施 等他成就这个院之后 他这种就弥漫在虚空法界 你只要跟这一院感应了 他就法尔自然地 献出了西方三圣来接的情景 不是那个时候西方三圣赶紧过来 就在当下 那么这里面感应就是 你说他有不有实体的 他是没有实体的 如果心外有一个西方三圣的实体 这是外道的之间 但是你又不能说他没有 这就是水中月 因缘合合的产物 对这一点 这个《涅槃经》也有一个公案 说有一个幽婆仪非常有信心 要供养这些身重 不失药物 当时有个比丘生的重病 他那个重病的需要人肉 才能够治疗他的这种病 这个幽婆仪呢 听到之后 自己就在割着自己的肉 切成肉根 进行供养 这个比丘病也就好了 但是他的那个 割着那块肉的地方 就伤起了疯了 身上化龙 就非常非常疼痛 疼痛 这时候在痛苦当中 他就情不自禁地 叫拿摩佛 拿摩佛 就在他在这种情况之后 正在灵灸山讲法的 释迦摩尼佛 就听到了这种声音 就对这个居士生起了大悲心 这一件大悲心生出来 当下这个女居士 这幽婆仪就看到 释迦摩尼佛在她面前 手上拿着药 在她的窗上来涂药 这一涂 她的窗就好了 那么这是感应 释迦摩尼佛说 这时候她并没有 拿着药到那个幽婆仪 那边去 但是那个幽婆仪 却是真实看到了 这就是由于佛有一种 慈悲善根的力量 在这个虚空法界 然而这个幽婆 也有她痛苦呼救的声音 感通上的 就法尔自然地 献住这种情景 而且能产生作用 所以我们要体会这种 水清约献的原理 阿弥陀佛成就的 大悲愿力就像这个月亮 我们信愿求救的心 就像这个水 这两个因素 一合合在一起 水中约线 但水中约线 你不能说这个月亮是真实的 你要从水里面 能把这个月亮捞得出来吗 捞不出来 但是它又灵灵不昧 非空非有 既空既有 这是由佛 阿弥陀佛从法身 流现出来的硬化身 是由于他的慈悲 愿力 在有缘地念佛 人身上显现的一种情景 那么这种情景 就是一个超约的本质界 佛的力量 跟我们现象界 众生之间的一种互动 一种沟通 一种感应 那么这种感应 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你要说清楚 或者预测 那又是不可能的 我们常常听到居士说 灵命中时 我如果这一念 没有在阿弥陀佛上 我能不能往生 好像觉得 灵命中时 必须在阿弥陀佛念头上 或者一定要坐坐 或者怎么样 才能往生 如果一下子搞不好的话 就不能往生 这些 从我们凡夫的角度 他提这些问题 他产生这些担忧 好像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从感应原理来看 他忽略了 阿弥陀佛的力量 只要你平时 有信愿之明 乃至一周月的时间 阿弥陀佛灵命中时 一定会兑现 他十九愿的力量 他会有种种善加方面 他有种种神通力量 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要有这种信心 但这种信心 很多人还是建立不起的 为什么建立不起的 他还是从 对感应道交难失忆 这个本质点 他透不过去 有时候我会跟他举一个例子 这个出自印光大师文超 在他七十八岁那一年 有一个孟安居士到报国市去 建印光大师 他请教了一个问题 他不能解决的 说当地发生了一个车祸 这是他当地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个客车里面坐了四十多个人 司机是夜行开车 不小心就从山路上 冲到了水里去了 四十多个人 包括这个司机 都遭受灭顶之战 那么第二天 很多人就去救 去营救 营救 结果发现江边岸上 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大家就问 你是怎么回事 她就是坐在这个车上的乘客 她坐在这个车上 其他人都死了 她怎么一个人坐在岸上 如醉如呆 大家问你是怎么到岸上来的 她说不知道 为什么她都不知道 但是她确实是到岸上了 身上还没有事 这是个事 大家都很难去理解这个事 当地报纸都做了一个奇闻 进行报道 这个居士就把这种事情来问 印光大使 到底怎么回事 在场的 还有一些其他人都听到了 当时印光大使 倒没有怎么回答他 于是旁边的人都 哎呀 真奇怪 真奇怪 奇怪 奇怪 不出一个答案出来 就回去了 回到廖房 回到廖房 在傍晚的时候 印竹啊 就让侍者 给他带出一个纸条 印竹写的几行字 这几行字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 死女人 命不该死 盖世佛天鬼神 在他上车时 便把救他的方法 预先准备好了 想必多事 这聊聊几句 包含意味无穷啊 一个人 如果叙事有很大的善 善德 他不应该在这种 遭受供业里面 他可能有他特殊的别业 他不该死 不该死 说明善神 佛天鬼神 佛就是佛菩萨了 天就是天人 是鬼神了 就得要帮助他 要救他 要救他 因为这些佛天鬼神 知道这种事情 肯定要发生 因为佛天鬼神 他是没有时间的 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 他有宿命通 所以知道这种事情 知道这种事情 那么在 这个车冲到水顶了 这个时候 他自己是绝对 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的 这是共业嘛 都要冲到水顶去 然后这时候 佛天鬼神 他有力量 就被一股力量 把他扬到了车外去 扬到岸边去 世间的很多因果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你看那个世间的善人 还有佛天鬼神 预先把他救助的方法 准备好了 把他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 给他顺当地解决了 那你说 法藏菩萨五大劫的思维 无量劫的急功累得 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众生的 解脱生死轮回苦难的 而轮回紧急关头的生死关头 我们是最容易 这种神识啊 昏迷啊 无量劫的恶业总之 在这沸腾的时候 是最容易被念力迁到三个道 六道里面去的时候 这时候也是最需要 佛来帮助的时候 难道阿弥陀佛 还没有一种预先把 帮助这个众生的 这种方案 实施好的能力吗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哪怕非正常死亡 火灾水灾 病灾被人杀死 好像认为火狠死 但是这个众生的 劣力的种种死亡 在佛菩萨的眼里 都是正常的 他也知道 你在什么时候要走 所以一定会给你施施 让你稳妥往生的方法 这就是不可思议 就在这张纸条上 印竹还用很平淡的语言 讲说的一个事情 说这个民国十几年 十几年的时候 山东有一个寺院 建成以后开光 开光就来了很多人 开光庆祝的 就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 那很多人都去了 其中有个居士 他带了一个小孩 也去看大戏 到寺院里面 他看的那个旁边 有一口井 这个小孩坐在那个井园上 噗通一下掉到水底去了 掉到水底 井里面去了 这下大家就慌了 这个祝父母赶紧 马上派人用那个猪肝子 用等等就打捞 这个一下去 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个井 井水并不是很宽啊 但是没有感觉 没有人 打捞了很久 没有下落 没有下落 这个祝母今天就很伤心了 你看带了一个小孩过来 结果掉到井里面 结果掉到井里不见了 打捞也没办法 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 一看 让他感到非常吃惊的事 他的儿子睡在床上了 在睡觉 睡着了 全身都是湿的 他一看这个 就很惊喜啊 很惊喜 所以在那口井旁边盖了个亭子 捏了一块碑 叫圣井 写了圣井两个字 那个踏片呢 还送给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就让 这个报国师的当家师 放在那个 一个 一个堤房挂起来 那说了之后 这个印竹告诉他 此事 你就解解这个梦 这个梦 梦安居士 他也解不出来 加在书里面 以后 他一直都 没有去思维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小孩 全身都是湿的 睡到躺在自己场上呢 这是我们现在的 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 但是它确实实实 是存在的事情 所以这个念佛一法 他的信心是需要 这样的一个悟性的 是要对阿弥陀佛的 那种不可思议的 大悲愿力的 决定的相信 我们都生活在 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 把我们托起来 我们 凡夫众生的 每一个行为 阿弥陀佛都看得到 我们每一句话 阿弥陀佛都听得到 我们每一个念头 阿弥陀佛都有 阿弥陀佛都有 他心通都知道 所以这个感应 虽能很深奥 虽能不可理解 但是它却是 跟我们非常亲切的 亲切到什么地步呢 他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阿弥陀佛 慈悲的愿力 在我们凡夫众生的 每一个念头里面 所以我们的一切 阿弥陀佛在 他的五眼圆明的 这种状态当中 了了之道 就像金刚经说的 一切众生举心动念 如来细致细见 既然 弥陀对我们的 举心动念都细致细见 而且我们每个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的 如同独生子女 所以他对我们的救度 这种稳妥性 这种不可思议 我们要有信心 不要老是站在 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 去考虑很多事情 凡夫众生的事件 都是错误 那么换一个角度 以佛的果地上的智慧 力量 威神 神通 来反观救度众生的 这种情况 它是很容易的 所以 往生一法 它确实是 容易往生 就像永明言寿大师所说 万兴万人去 但是可能会出现 往生不掉的情况 往生不掉的情况 不在阿弥陀佛那边 是在我们自己这边 在哪里 就是怀疑 这个怀疑就是殿主 主住了这个殿源的过来 所以我们修念佛一法 通过文师修三会 是要解决 是要解决 信心问题 听闻佛法 听闻 尽头五经 一顿圣言量和中国 尽头中 祖师的思想 这个文 耳根的文性 能够最大限度地 把我们自信的 圆通 长的 这种智慧 显发出来 用这个智慧 来观照 净土一法的 势力因果现象 思就是要思维 思维这个净土法门 从阿弥陀佛发愿 建构净土 以及 这个西方净土成立之后 揭开广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 在法界当中 自古期间 多少广盛的例子 以及 种种 现身 和临终 种种内向 净土法门的 种种内向 也是感应道交的产物 异乡满师 为什么会异乡满师 由于西方极乐世界 它就是宝箱弥漫的 插土 它是由 种种珍宝 合成的 种种的景物 每个珍宝里面 有香杂作 百千万种香味 这些香味 弥漫在极乐本土 同时弥漫到 十方世界 这个香 是 阿弥陀佛的 法身香 五分法身香 所以 令他方世界的众生 以及本土的往生者 闻到这个香味 都能生起 念佛念法 念身之心 都能降服烦恼 得种种 柔圣人 音祥人 乃至无神法 所以 所以 由西方净土 宝箱弥漫 所以 念佛行人 透过这个 名号 名号就是 我们这个 现象界的众生 跟西方极乐世界 进行沟通的 一个媒介 这个媒介 一沟通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 异乡 就会透过这个 名号的通道 光通讯 就到了我们这个 时间 我想我们很多 敬与行人 都有这种体验 当我们念经 念的 念净土 经典念得很清净的时候 我们超 敬超得很清净的时候 我们 念佛号 念得很清净的时候 会忽然 闻到一股异香 而且这个异香呢 哪怕你房间 并没有燃香 但异香 你闻到了 而且不是这个世间 通常闻到的香味 我想这种体验 很多人会有 这是感应 还有见光 见光这是 阿弥陀佛十九院 也是灵命中师 接引 阿弥陀佛全身会放光 或者白豪放光 或者手放光 来铸造在这个念佛人的身上 还有戴德莲花 还有七宝宫殿 它都是能放光的 这种光一放过来 它就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 涅里感召的日月星山光 乃至于我们现在近百年 发明的所谓的电灯的光亮 这些光都不能在这种 我们神师出体之后 有什么感觉的 唯有这个法性的光 阿弥陀佛放出的是 亲近法性的光 它对我们才会产生 很大的作用 我们灵命中师 能够如露禅定 义不滩电 心不颠倒 这样的一个心性当中的 平和的 禅定的状态 不是说我们自己 有这个功夫的 这是阿弥陀佛 灵命中师 放光铸造 令我们 有这种 心性的平和 然而这个光明里面 一切 我们的内在的魔 五一魔 还有外面的天魔 它都进不来 在这个光明里面 没有时间的概念 没有空间的概念 这个光明里面 娑婆和极乐 就在同一处 大家注意看 无量寿经 在后半部 当释迦牟尼佛 讲述完了 西方净土 一人庄严 三倍往生的方法 以及苏婆世界 五作五 五恶五痛哨的情境之后 就告诉阿兰 你想不想见阿弥陀佛 当然阿弥陀佛很想见 就告诉他见的方法 你就面膝 合掌 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领礼 那么 阿弥陀佛就 马上败下去 一半 还一抬起头 就见到阿弥陀佛 如黄金山 放出金色的光明 一切铁围山 须弥山 包括六道的境界 出生恶鬼地狱的境界 以及天道的境界宫殿 就在光明当中完全开辟 都显现在光明里面 大家注意看这经文 我们看 我们看不到恶鬼 看不到出生 看不到天界的宫殿 能够佛光里面全都看到了 这是为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光明 有把种种维度的空间 打开的功能 让它就在一处 所以任何颜色的地方 阿弥陀佛光明一过去 都是金黄色 同样一种颜色 所有的 身闻菩萨的光明 天人的光明 在阿弥陀佛光明面前 全都不显现 幽如俱末 所以整个的就像 恍样的大水 都是弥陀的光明 那么就在弥陀光明里面 注意看这经文 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情景 诸往生者的菩萨的情景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这些愚慧者看 看得一清二楚 就好像拿个一面镜子 看自己面相一样的清楚 然而西方极乐世界天人 西方极乐世界菩萨 看娑婆世界也同样 但是如果阿弥陀佛把光明一收 大家又看到 这是娑婆世界的 堪肯 沙利 高山 峻岭的娑婆世界 所以佛的净土 菩萨的净土 这种天界就在当下 它只是时空的不一样 这是众生的聂力不一样 只能看到跟它相应的 时空的情景 那么我们了解这个真相 它是告诉我们 佛菩萨的这种境界 到我们这儿来 是没有隔离的 它可以通过来 问题就我们凡夫跟佛的沟通 本来也是没有障碍的 是我们的怀疑 是我们的孽障 不割自割 自己割开了 那么隔开了 我们就要透过信愿的力量 在阿弥陀佛的慈悲 愿力的加值下 来把这个空间的 这种隔阂打通 这一打通 马上我们这一念心 就能够显现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今天 进入经典说 我们在苏博世界 自心念佛 发心念佛 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 就有一朵莲花长出来 那朵莲花写上你的名字 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妙呢 但是要自信了 我们自信信愿的一心 就穿过去了 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所以我们信愿 不仅在庄严 我们收获世界 同时也在庄严 极乐世界 我们信愿念佛的功夫 越惊奇 那朵莲花 占出的光色 就越灿烂 如果我们退心了 后悔了 这个莲花 它也会枯萎 所以这个因念心性 是很不可思议的 从这里面理解感应 那么一般来说 感应有四种 这个 显感显应 敏感敏应 显感敏应 敏感显应 它有这四种 这四种呢 是谈我们叙事 的善根和今生的情况 显感显应 就是我们今生 信愿持民 阿弥陀佛 当下来跟我们感 来跟我们加持 那么 显感敏应 我们自成去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暗中来加持 自己 不会知道 就像 普贤 菩萨 所讲 能够 奉行 普贤愿望的 普贤 菩萨都会 骑作 六牙 白相 来到这个行人 面前 磨点 加持 那么 他 心清静 能看得 这种行象 但 涅掌声 即便来了 他也看不到 看不到 普贤 菩萨 也很 慈悲 你看不到 我也会 跟你磨顶 暗中 来 加持 你 那么 我们信愿 持民 涅掌声 看不到 阿弥陀佛 才加持 那么 敏感 显映 就是我们 叙事 曾经有过 信愿 持民的 善根 今生 并没有去 念佛 但是叙事的 善根的 熏悉的延续 也能够 令阿弥陀佛 对我们 进行加持 佛不达加持 你看 为什么 有些 不信佛的人 忽然他梦中 梦到 阿弥陀佛了 梦到 观世音菩萨了 这就是这个道理 他精神 他没有信 但是并不意味着 他叙事 他没有信了 我就 听到一位企业家 他信佛 就是什么原因呢 他原来不念佛 结果有一天晚上 做了噩梦 噩梦 有人追到他杀 追到杀 他就在梦中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还真的见到了 阿弥陀佛 在梦中 所以他起来 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最后 他由于这个因缘 他就信佛了 他就念佛了 这就是他叙事有 敏感 显应 那么还有 敏感敏应 你叙事有 这样的善根 阿弥陀佛 也暗中 跟你加持 那你想做坏事 由于阿弥陀佛 加持过 坏事 做得不那么严重 你原来想杀人 这时候一念善心起来 可能用 原来准备用刀 刃来杀人 可能你就转为用刀 被砍下人 算了 那你做善事的时候 阿弥陀佛 加持 那你原来只是 谋划 谋划 口里说说 不想就 没有行动 那阿弥陀佛 加持 马上让你行动起来了 这是 这个敏加 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一切 其实众生的一切行为 它都生活在一种 大的感应的状态当中 阿弥陀佛 是用四十八大院 用净土法门 用西方极乐世界 用弥陀光明 来给我们提供一个 鼠阴的禁缘 是让我们建立一个 信任 慈名 敬业 三福 能感的这样的一个 心理基础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 这样的能感 实际上我们就有 其他的感 我们一年的 千滩 我们感到哪去了 感到出 恶鬼道去了 我们一年的 惩恨 感到羞辱道去了 法界当中 他属阴的 也很多 欧益大师 曾经讲过 这么一个公案 说有一个 大道 就是 偷道的 大头目 江阳大道 偷的 着恶多端 政府都在 注意他 准备要 对他下手 这时候一看 他看的情况 不好了 他就 忽然变成个 大善人 开始来念佛了 其实他是假的 他做成一个 大善人的样子 吃灾念佛 这一出 灾念佛呢 他也由于 偷了很多东西 他也就布施 又吃树 又念佛 他原来那些 跟他偷盗的 那些人 也跟着他一块 我的头目 处在念佛 我们也处在念佛 跟着他一块 一块之后 这一念佛 他觉得身体也好的 心里也安宁了 而且他问什么事 都很灵 好像还有一些 预测的功能 他就觉得 这个学佛 还真不错啊 你看我这个都是 虚假的心的念佛 都有这样的好处 如果我真的去念佛 那就更会好了 他就这样想 他在想 还真的就想动真格的 真的就去 进行善规矣 原来吃树吧 还是觉得 做点表面文章 给别人看 以后他真的就吃树了 坚决吃树 真的按照佛 佛教徒的规范来做 这一做 好了 他这个身体也不尽好 原来问什么事都很灵 结果问什么事情都不灵了 不灵了 他就觉得 你看看就有点怨气 所以说我原来 假装念佛 都各方面都很好 现在我真心来学佛 还这个样子 他就怨气 怨气 有一天晚上做梦 梦见什么 梦见一个 大概是那个 这个 鬼道里面的 大地鬼王似的 告诉他 他说你原来 假心假意 来 学佛 我就 到你这边来了 帮助你 你想算什么 我也给你算得很准 你想治病 我也给你治好 现在呢 你不要有怨气了 现在你忽然 发真诚心 要学佛了 搞得我都靠拢不上 靠拢不上 我就离开了 这样的一个情 这一天 他就 对他真心学佛 还是踏踏实实 做下去 真心学佛 反而是那些邪的东西 离开他了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 海内外 有很多所谓学佛的 无论在家出家 他显得很有神童 很有什么什么东西 往往会有些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要走在 佛教的正道上 正法 正知正见 正信 那么这个感应的道理 它是很深奥的 但是我们要了解 有时候我也觉得跟念佛行人 要讨论这些问题 原理性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也不想讨论 你念佛 你来了就 好好念佛 为什么要念佛 你好好念佛就好了 为什么要好好念佛 念佛就好嘛 他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尤其现在的众生 是要刨根问底 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 他对我们建立信心 有好处 然后我们再看 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这是净土中 理论一个很根本的原则 阿弥陀佛的法身 变在我们的 众生的心里 我们这一念心 却是变十法界 这一念心 安顿在哪个法界 哪个法界就现成 所以我们这一念心 要安顿在 拿摩阿弥陀佛名号上 然后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界 就会现成 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作佛就是念佛 观想佛 那么我们能念的心 就是佛 当然这个心性是 无形无相的 它是壮静而生 壮圆而生 你提供什么圆 它就生什么心 如果你的静圆 熟悉的是 十善业 那你显现的就是 天法界 你显现的是 五常 就是人法界 你显现的是 猛力的五逆十恶 戏源的是这个 那就是地狱法界 所以 四心作佛 四心是佛 四心是佛 同时也是 四心是人 四心作人 四心是人 四心作天 四心是天 四心作出生 四心是出生 四心作地狱 四心是地狱 所以做什么 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做这个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 我们能念的心就具足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号 所以 词名 就是 观想念佛 当我们自身 在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 全体的一人庄严 就显现出来 所以 知识名号 也是观想念佛 当我们自身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这句名号是佛心 是十相 是清净法身 真是智慧 所以 念这句名号 也是十相念佛 所以我们 以后的念头 一定要把它 紧紧地细缘在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 二六十中 奴本愿原成 不细心在这个名号上 我们一定是 在熟悉的 五一六成的禁缘上 五一六成的禁缘 就是我们 轮转不休的根本 在我们的内心 无量节以来 熏悉得非常的熟悉 现在我们要 重新熏过一种了 生做变熟 熟做变身 佛号对我们很生疏 要把它通过信念 称念 把它变成熟 五一六成 对我们很熟悉 要通过不断地 观想它的苦空无常 厌离 厌离它 慢慢地使它变得 生疏 所以这一念 是非常重要的 修净土法门 就是修念头 我们一天念几千生 几万生佛号 从早到晚念 一年到头念 从生到死念 就是把这一念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念熟 这个熟就在我们的 阿大爷是里面 熏悉的一个 很坚固的种子 力量很大 那么灵命中时 这个种子 力量最大的献出来 所以这个熏悉的 弥陀名号的 这种种子 就是我们的神识 如见初玄 自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么同时我们 了解这样的原理之后 就得由这个原理 升起方法 方法最主要的是 大狮子菩萨 念佛原童章 狮子菩萨提出的方法 独舍六根 近年相继 用我们自成恳切的心 念这句名号 把这个向外持成的六根 奢守住 奢守在这个名号当中 眼不看外面的颜色 鼻子不闻外面的味道 耳道不听外面的深沉 意念不向外跑 都在这个名号上 这样的自心去念 它就是 这句名号是清静的 我们能念的心 是制成的 它就是敬念 能够不间断 就是敬念相继 那么这样的总的原则 我们可以开显出三个具体的操作 第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要技术念佛 每天给自己规定一个数量 在这个时代 至少要每天念一万声以上 不能少一万声符号 念得越多越好 但不能低于一万声符号 一万声符号的时间 就是两个重点 有的人说 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 但我们说 你是个借口 你不是真念佛人 你一天24个小时 22个小时都在五一六层里面 那你两个小时 来跟阿弥陀佛通通话 清凉清凉一下 你都说你不行 那是不可以的 古人是三万起步 诺三万诺五万诺七万 现在我们都不敢提三万了 我们就从诺一万开始了 诺一万诺三万诺五万 技术念 那么 科取取证 那我们在一段时间当中 万语放下精进念佛 诺一日一夜 诺七日诺十日 诺二十一日诺四十九日诺百日 这是佛根据说佛世界 这种懈怠放逸的特点数 失色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进行受去精进 我们很难 但是某段时间精进 是有可能性的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 无量受精的这样的一个 开示 和我们现在众生的情况 我们正在提倡两种科取取证 第一是十天百万佛号闭关 十天一天念十万 十天念百万 这一百万念下来 效果很好 经典当中说 诺人自信念满百万边 一定往生 我们根据这个 来试试百万佛号闭关 再根据无量寿经说 灾界清净 夏至一日一夜念佛 能往生 我们根据这个 试试 作业念佛 这个作业念佛是要 不能坐 不能卧 不能睡觉 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精醒 日中一时 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 这样的一个科取取证的方法 其他的很多 我们就不想介绍的太多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大陆 在东宁市 每天制度化的修行方法 跟大家介绍出来共享 第三个就是念佛阴生的问题 净土法门是以阴生做佛事 阴生之道也是不可思议的 阴生通识相 战国时期有一位歌唱家 叫韩娥 他有时候是欲歌为生 我们有个语歌为生 我们有个语歌叫绕梁三日 就是讲他 他的歌唱出来 离开这个地方 他的音声可以绕梁三天 这个不是夸张 这个不是夸张 而是事实 有记载的 他有一次到那个 路过一个客栈的时候 大概是有人欺负他 他就 以歌 以哭代歌 或者以歌代哭 就哀哭 这一哭 这个整个的村庄的人都哭起来了 相对抽期 三日不时 三天都不吃饭 哭到这个程度 因为他这个慢声哀歌呀 他唱了一段时间 他就跑了 这一跑把这个整个村庄的人都留在那里 调类不理 都不吃饭 所以这个村庄有点头脑 赶紧把他追回来 你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呀 你一唱当大家都在这里 都不吃饭地哭 这个韩娥呢 这是用慢声高歌 又唱欢乐的歌词 这一唱 大家就欢喜起来了 你看音声 具有这样的一种 穿透人性的点 我们镜头中 第四代祖师 法造大师 舞会念佛 他可以在山西的宾州 这个舞会念佛道场再念 可以声音传到长安的皇宫里面去 道抽大师的那个念佛地方 很多人在念 念完之后 离开那个地方 那个树林里面还有回音 这都是事实 这是我们清净心 十项心 展示出来的 不可思议的情景 所以音声之道 不能播 加以考究了 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音乐之都 法音之都 它风吹灵朵的声音 树叶的声音 风吹保网的声音 以及悬在虚空的乐器自然发作的声音 都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自然的公传觉知语 非常地和谐 里面 那句作 八种格调 清唱 哀亮 微妙和哑 大家注意了 这八个字啊 实际上就是 十项的表达 是透过西方极乐世界 因声的特点 展示十项的功能 我们十项 就是清净的 是畅达的 是悲哀的 是光亮的 是威系的 是奇妙的 是和谐的 是高扬 这是实际上 所以我们念佛 虽然我们还是生命心 还是众生的污染心 但我们要有趋向 这八种声音的特质去念它 念这句名号 我们如果也相似的具足 这八种音声特点 就能跟西方净土的音声 产生同质 同沟 互动 这一互动 也就是感应 如果跟西方极乐世界 音声频率特质 互动上了 那么娑婆世界的音声 就能直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它有这个功能 据记载 法造大师的音声 就有这种功能 直接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音声也可以过来 所以听那种舞会念佛 他都能够开悟 都能够破烦恼 可惜的是那种音声 在娑婆世界传五百年 众生没有这种福德 去听闻这样的音声 我们众生能听到什么音乐 这都跟我们的心性福报 有关系的 上古时期那些清净的音声 那种一奏乐 就凤凰啊 各种这种吉祥的东西 现前 这种我们现在 都没有这种感应的力量 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之后 我们用什么心 来念这个名号 这里我想 把我们东宁式的念佛 的一种格调 跟大家做个介绍 我们东宁符号 比较深沉缓慢 尽量灌注这样的八个字 清唱哀量微妙和养 尤其要把那种哀量 两个特点唱出来 悲哀 这种调子念出来 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实践 还是效果不错 大家觉得比较色心 能够把一种 对迷途的情怀念出来 上个月 我们东宁式的夏令营 有一百多位来自各高校的 这些大学生研究生们 我们首先让他念了三天佛号 就用这种调子念 念到第三天的时候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掉眼泪 一掉眼泪 他就感觉到 他跟一种东西沟通上的 互动上的 所以有一百一十个人来皈依 非常虔诚的皈依 有很多银言也说 如果没有三天念佛 你让他皈依 他还是有很有障碍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名号的感通 人心的力量 是很不可思议的 有时候我们跟他讲念佛法门 你就讲得唇干舌燥 他也可能没有感觉 现在我们有一种 很便吉的方式 先把他蹲到 弥陀怨海当中去 让阿弥陀佛来调底他们 效果还挺好 那么这种佛号 有时候大家可以 我们这种悲哀的调子 要有这么一种意念 我们把它定为 旷野念佛法 什么叫旷野念佛法呢 善导大师 在《关键事铁书》 有这个 水火二河白道玉 比喻我们 严佛提众生 对净土法门 产生信心的一个心路历程 它的比喻 有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曾经把它画出来了 一个东岸 就是娑婆世界的修行人 想走向解脱的西岸 碰上了两条大河 一条是城汇的火河 一条是贪欲的水河 中间只有四五寸的白道 水烧在这个白道上 水漫在这个白道上 火烧在这个白道上 水火焦尖 所以这个修行人 开始很害怕 不敢走上去 所以他就想往回走 但后面呢 却有冤家寨主 拿着刀要追杀他 那么他就想往两边走 两边有恶兽毒虫 要吞死他 他是面临着三面兽敌 回去回不去 两边逃不脱 如果站在那里 也会死多一条 这时候对他来说 那种内心的恐惧 求救啊 求救的复生 我们就把它处在这种情景 称为是生死的旷野 没有一个能救助他的 就在这时候 他听到东岸有种声音 发浅他 劝他 忍者 你赶紧走在这个白道上 就能解决你的生死问题 如果你不走 住下来 一定会死 同时又听到西岸的声音 安慰他 你大胆地走在白道上 我能保护你 不会让你掉在水口二河里面 这个人听到这两种声音 才开始走在这白道上 这两个声音 一个是释迦摩尼佛 遗教的声音 对岸的声音 是阿弥陀佛呼唤的声音 这两种声音 让他产生的信心 他就走在这个白道上 那么我们现在 所要表达的 就是他在那种 绝望的时候 绝望放弃智力 寻求他的救度的时候 但是将信未信 产生信心 那一刻 把那种心情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称为是 旷野的呼声 这种念法呢 一定要深沉一点 那深沉在身体上 呼吸上 就得要把这个去吸垢 吸到这种腹部 不能用胸腔的去念 然后 转握他的节奏 这种念法呢 一句佛号 走四步 不能随便走 拿摩一步 阿弥一步 驼一步 佛一步 中间有停顿 停顿是 让我们吸这个气 然后四句佛号 就是 第一句 众音放在 阿弥上 第二句 众音放在 阿弥上 第三句 众音放在 駝子上 第四句 众音放在 阿弥上 它有这种 一扬顿挫的关系 要唱得哀丸 有志 这样我们就 容易失心 进入这样的一种 宗教氛围 它就 这种声音就像 绵里长征 忽然一下 就会把我们的 悲心唤醒 我们真的就感觉到 这个娑婆世界 太苦了 感觉到 阿弥陀佛 太慈悲了 它就有种 悲喜交集的 这样的一种 心情出来 那么本来我是 录了一种磁带 是早上录的 我觉得 这个状况比较好 现在没有带来 没有带来 我就在这里 示范一下 我站起来念吧 要么这个气息不下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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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悲心 48大愿的愿孩 在互动 在感应 在全摄佛的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 把阿弥陀佛的五分法身相 慈悲射受光 转为我们自己心性的 这种智慧 这就相光庄严了 那么深深佛号都在唤醒我们的佛性 步步都在回归极乐的故乡 我们之所以要唱得深沉反慢 它也是这个时代对治属治 我们这个时代太快了 快接着的生活方式 心里都很照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 都是念得很快 念得很快是念不出感觉的 一定要念得深沉 这口气一定要深 这就像泡一种很好的茶叶 茶叶如果这个水是一般的水 是自来水都泡不出那个味道 一定要有泉水 那些喝茶高手还很讲究 什么茶叶要什么地方的泉水 才能泡出那种味道 所以我们用腹部的丹田的去念 就是好像这个水的质量比较好 如果用胸腔的念 这个水就水之不行 所以就念不出那个味道 念不出那个味道 念来念去就像假辣似的 所以很多人念佛对他来说 是皱皱眉头的 是很无奈的 是念得没味道的 如果我们是把这个 我们能感的这个心 跟弥陀名号 偶合得很好 那是法喜充满 那念念都想念 你让他尝到了念佛的好作 不让他念都不行 因为他这种快乐 是远远超过世间五欲的快乐的 所以要把这份法喜念出来 法喜怎么念出来 还是要感应 感应上的你就有法喜 感应不上 你就念得很无奈 念得有气无力 以后这念佛法门不行 得不到好处 我还是修其他的法门吧 他就容易退转 修其他的法门 那么我们也希望 大家居士 每天从一万圣佛号念起 每天要有定课 然后有时间 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道场 如果我们的道场的主持们 能够发心 给我们的出家众 我们的在家众 能提供这样的闭关的条件 当然更好 万一没有居士 也可以在家里 你把门关起来 把电话关上 相互 复关 去念 那么打佛七呢 大家试试这种方法 尤其是念佛的时候 不能随便走 如果不止随便走的话 一定是心里非常散乱的 一定是心里非常散乱的 要有结构 一句符号走势步 这是我们在实践当中 总结出来的 原来我们也随便走 随便走一点就是念不好 原来我们也念得很高 很高也不行 不能色心 而且喉咙容易沙哑 如果用低层反慢的声音念 你念一天十多个小时 乃至念二十四个小时 他都不累 可能开始听不是很好听 但是他很管用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 那么今天晚上我给大家汇报 就汇报在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非常感谢弹法师 以相当清晰的方式 跟大家讲解了 净土法门的原理 以及方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有五分钟的 发问时间 那么我想 因为我们现场 没有准备了纸条 那么有心想发问的 法师们或者是佛友们 请举手 那么直接把你的问题 向法师发问 没有关系 原来不是到十点吗 那大家提问 那大家提问 法师阿弥陀佛 弟子在这边有三个问题 想请法师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 在家居士可否做 往生佛事 是人死后的佛事 是说不授钱 可是会给王子捐赎 银行账号 这样是否如法 第二个问题是 有人说要授五戒 但是有些念佛的居士 叫他不要授 请问法师 居士授与不授五戒 有何分别 可是有居士 叫他不要出家 请问法师 对出不出家 有什么看法 请法师开始 往生佛事 如果你是给同修们去祝念 这是可以的 那你不要去搞成交易的行为了 不要去收钱 我们以一种菩萨心 功德心 给王子去祝念 这也不是 不要做得那么复杂 你就跟他念佛号 送他往生 灵命中时 让他提起正念 这种事情 我们碰到这个机缘 一定要努力去做 善因善果 等我们灵命中时 也有其他的同修 为我祝念 这不是很好吗 这样做是奴法的 但你不要搞成 我要组一个班子 来搞生意 我跟你组一堂祝念 给我多少钱 那是不行的 一个正性的念佛行程 要三规五戒 首先求受三规一 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要受持五戒 上中平往生 都是持戒的念佛人 去往生的 今夜三触 也把持戒 作为第二佛 加以强调 那么五戒 不杀到云望久 这是做人的起码的 这样的标准 我们念佛行人 应该去受 能够自成受五戒 受五戒 受此五戒 那有二十五位善神 引神保护了 很有功德的事情 应该去受 之所以出家问题 在这个时代 能够发现出家 这是善心 了不起 但是还是要看 自己的这一念心 和自己的状态 有的人 有的居士 到了六十岁退休了 他要出家 一般我们都不同意 你不要把试院 看成是养老院 或者生活受到什么挫折了 活不下去了 下岗 这里不叫下岗了 就是找不到工作 没饭吃了 来出家 这些动机都不是太好 那么出家以法 是为助持法道而施舍 出家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古代都要考试了 才给肚铁 那么现在尽管不考试 我们也要 如果我们身团考察 一个出家人 他用印竹的话来说 第一能不能发大菩提心 第二有不有过人的天赋 具有这两种条件 他才能和但如来加益 就像竹谋长老这样的素质 才能够把佛教 推广在无佛法身三宝的地方 令他发扬光大 那像竹谋长老这样出家的人 那是越多越好 所以因人而异 我想请问大安师父 两个问题是说 地藏菩萨跟那个阿弥陀佛 是说在我们学佛之前 是不是我们先要念地藏菩萨 是减轻我们的那种 冤情在主 然后再来念阿弥陀佛 第二个问题是说 好像我们有时偶尔会想起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好像我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这样 第二个问题是 再重复一次 第二个问题是说 偶尔我们做做会想到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道理 阿弥陀佛 第一个问题是 念地藏经跟念佛的关系 是吧 如果一个念佛求往生的人 在他刚开始抉择的时候 还是选择专修为好 净土中第二代祖师 善导大师讲到专修 百人专修百人往生 万人专修万人往生 如果修得杂了的话 就可能跟阿弥陀佛的愿 净土的亲切感会疏离一些 虽然也可以回向往生 但毕竟还是有点迂回 直接感通比较好 但如果你对地藏经有特殊的因缘 在某个特定的时期 施日或者地藏菩萨的日子念一夜 也未尝不可 把念地藏经的功德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以念佛为主 这样来处理这个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 念佛常常想到往生一次 那很好啊 一个念佛人天天要想 要着得身想 我一定能往生 我马上要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很快就跟观音世智 把手同行 作为同参道友 天天想这个事情 想得心花怒放 想得非常美好 这是好事 你不能天天太谦虚了 别人问能不能往生 你能不能往生念这么多年 他往后退三步 不行不行 我哪能往生 我念掌声重 我不行 这种事情你可不要千万 去谦虚了 要当仁不让 你老是想到 我念掌声重 我不能往生 我不能往生 好了 你这一念 绝对不能往生 你天天想到 哎呀 我能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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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能往生 绝法从心想 这个心想很重要 你就做得身想就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后面一个 开心吗 为什么你教我们的念佛法 要念得这么苦 这么爱 好像 念得点天 好像想去哭 这样子 没有得到的快乐 对 我们这个佛号 不是太悲的 你要体会到里面的量 是 哀量 首先从哀下神 让我们生成下胆 然后这个死灰里面 抱着热豆子 一种梯旋 一种凯旋的 滑鲜的乐章出来了 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念佛是快乐的 念佛法门 它是安乐法门 在今生得到 安身联命 在今生得到 法洗充满 在今生得到 我们人生种种的 吉祥溜意 然后 对下一生 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拿着莲花结影 到西方极乐世界起宝时 诞生我们的法神会灭 从他的第一 从始至终都是快乐的 但是首先要哀一点 悲一点 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 然后就有量色 这样子的哀法 我们都好像会过得很辛苦吗 因为在这些世间上都是很苦了 在家这么哀 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多人 不觉得这个世间苦 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苦 他就会赶紧去超越修道 就是觉得这世间 他在暂时苦一点 他认为还有美好的前景 虽然苦不堪言 他都想到明天更美好 这个冬天已经来临 春天还会远吗 我们都在这样的自我陶醉里面 所以要哀一点 通过哀 得到自己的快乐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生于忧患时 在忧患当中才能够 冲得出来 艳离 你就是通过苦 艳离 艳离出来了 星球才出来了 谢谢 好 我们允许 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人 这里一位 OK 好 OK 好 好 谢谢 师父 阿弥陀佛 师父我有个问题 就是对于我们已经过世的父母 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净土法门 要念阿弥陀佛 我们在生的时候如果念阿弥陀佛 可以去极乐世界 但是对于已经过世的父母 我们如何要成就他们 阿弥陀佛 你这一念孝心很好 要拯救父母 尤其是这个事情真孝 还真的要令父母离开六道轮回 才能体现大孝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 由于自己是凡夫分上 有这个孝心还很难体现 父母要在六道轮转 我们还真的眼睁睁没有办法 所以怎么办呢 你能念佛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有办法救你的父母 不仅是救你这一生的父母 你多生多劫的父母 你都能救 所以往生一法 就好像我看到父母 在水里面灭顶之沾 这时候你很孝心 想跳下去 但你别忘了 你自己也不会游水 你跳下去 不会把你父母救出来 只是在那个河里 增加了一个淹死的人而已 这时候你最明智的方法 虽然你很恳切地要救 你的水中的父母 赶紧从其他地方找一条船来 找一条船来 自己在船上 又能把父母整拔到这个船上 来置他二地 那么这条船就是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见到阿弥陀佛 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 生死苦海救度众生 就获得了这条船 大家走这条道路 否则不往生西方进度 想救精神来自立生的父母 我们没有能力 绝对救不了 无有是处的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更要有颗大笑之心 救父母的恳结心 奴救投人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赶紧再回来 来拯救我们有缘的众生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这次来三会讲堂 得到我们的法师和居士们的热情招待 本人表示非常地感恩 同时也自己很惭愧 自己的道德学问都很低劣 讲得不对的地方 还希望作为法师 作为居士批评指正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